謝謝各位的體諒 上個星期廉價 我自動放假了一個星期 去處理婚事 拜見各方家長 順便搞定了喜餅的問題 所以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想跟各位宣布 那就是 Walker 10月14到10月16 限時三天 全館75折 滿999 再88折 從輕小說到文學工具書 應有盡有 換算下來等於66折的限時優惠 還在嫌買書太貴的小夢們 就是現在啦 終什麼年慶 不用 消失了一個星期 回來就工商連發 小辣 對不起 結婚真的好貴喔 Hello Guys 歡迎回來那口無喵的說書時間 無喵 有些人相信星座 有些人相信血型 但我覺得 無論是星座還是血型 討論的大前期 都是這些時程決定的人格條件 像是處女座都很龜毛啦 射手座都很愛玩啦 金牛座都很小氣啦 歡迎想打破刻板印象的金牛乾爹 只用加入按鈕 一個月75塊錢 對不起 結婚真的好貴喔 除了星座血型 其實還有個東西 更能直接闡述個人性格 那就是 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造就了每個人不同且獨一無二的人生 我們可以學巴菲特買口票 看他的傳記 把他說的話都背下來 甚至是弄到他的指紋和紅魔特徵跟DNA 但我們終究沒有他的個人特質和成長經歷 所以我依然站在這裡試著虎口飯吃 把人格特質理解成每個人的價值觀和思考邏輯 可能更簡單一點 拿最近很紅的電影《小丑》來說 很明顯他就擁有反社會人格 到最後 他的人格直接崩壞 變成反社會人格為常 心理學上對於人格的定義眾說紛紜 我直接引用書裡的說法是 一個人在面對各種情境時 無論是內在或是外在 會出現的整套行為模式 認知模式 與情緒模式的總和 美國精神醫學會統一定了一個標準 把人格特質分成三大類 B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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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 我手上這本 原來這就是B型人格 就是特別針對B型人的下列四個子分類人格進行分析 有別於市面上其他書籍 告訴你怎麼迴避或應對這些難搞的個性 萬一你自己就是這樣的人格特質 該怎麼面對自己和這個艱難的社會 至於為什麼會特別針對B型人呢? 因為B型人在面對團體生活有極大的困難 總是拿捏不好分寸 面對不熟的人會過分親密 自以為風趣 但別人覺得是性騷擾 面對親密的人會過度客套 讓朋友不知道該拿它如何是好 總是覺得很寂寞 不管怎麼做都是錯 這種挫折感在潛意識裡 變成否認機制 輕者視而不見 重者會變成 高興的反向作用 故意做出讓人不舒服的行為 直到理智再成熟一點 就會變成 退縮 索性放棄社交 反正橫數拿捏不到社交禮儀的分界點 就是再嚇我啊 目前面對人際關係的政策 我們社交不接觸 不回應 上述是B型人格的共同屬性之一 針對每個子分類又有各自不同的個性表現 B型人格的子分類 聽起來會很像豬隊友的個性 分別有 自戀型人格 戲劇型人格 反社會人格 邊緣型人格 我自己認為 人格屬性應該也是像蒙度一樣 可能我自戀35% 邊緣25% 戲劇25% 在數據上看起來我是自戀型人格 但我同時也有輕微的邊緣型人格取向 所以看這本書的時候 千萬記得別對號入座 書中取用的案例都是非常極端 甚至已經進入了圍場 需要使用藥物控制的程度了吧 就算是人格有問題 等等這句話怎麼聽起來像是在罵人啊 有些人格缺點是會隨著年紀和經驗 或是閱讀和自我察覺去改進和成長的 就算覺得 糟糕原來我是自戀狂 也不要太難過 是有機會可以改進的 關於自戀型人格 只關心自己 完全不在意別人 容易對自己的能力 魅力 影響力 評價過高 難以察覺自己的問題 控制欲強 喜歡命令別人 當別人提出問題 反而認為是別人在針對他 嫉妒他 現在你腦海裡可能會出現一個 自打狂的樣子 但自戀型人格 微常狀態 可能會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 他可以將姿態擺得很低很低 甚至表現很大方 處處埋怨別人不在乎他 他對別人這麼好 為什麼對方總是不知感恩 或者 他潛意識裡害怕別人發現他其實是草包 懂得沒有那麼多東西 所以寧願跟非專業科系的人聊一些比較專業的話題 自戀人格 害怕 出錯 有自己的舒適圈 想讓別人披心帶月的拱著他 就是因為這樣找不到同好 自找的 孤方自賞 哎呀 我才沒有哭呢 同一個人格可以有很多種表現形式 讓人更難以捉摸了吧 如果你懷疑自己是自戀型人格 書中建議 1.面對現實承認自己不是什麼特別的人物 2.試著跟 3.世俗的價值觀 磨合 3.走出家裡 增加社會參與感 關於戲劇型人格 情緒 行為反應 變化的非常快 永遠都想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非常在意別人的眼光 容易透過性暗示或挑釁的態度 與人互動 經常說一些缺乏實質內容 卻令人印象深刻的話 擅長用言語 煽動 或被煽動別人 高估自己的親和力 如果你現在腦海裡出現一些政客的臉孔 我完全不意外 戲劇型人格 常出現在網紅 名嘴 政治明星 這票人基本上自帶流量和光環 喜歡活在美光燈底下 但是我們說的 都是檯面上活得很好的那些人 如果是私底下一般人 會把自己人生的各種大小事 都當作一場秀 缺乏真實感連結的結果 就是很難取得別人的信任 可能連他們自己都陷入 自我懷疑的漩渦裡 正常演戲的他們 如果在順境中根本如魚得水 但如果在逆境底下 很可能會 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 長期處在逆境底下 會說服自己是個烈士 成為悲劇底下感人的角色 這票就再也跑不出來了 如果你懷疑自己是戲劇型人格 書中建議 1.不要衝動 跟過去的自己商量 養成思考一致 2.謹慎面對別人 有過度稱讚 3.不要離舞台太遠 事實地借勵使力 關於反社會人格 無法服從社會常規或法律 幻性說謊 衝動性 攻擊性 輕忽自己或別人的安全 持續性的不負責任 合理化自己 加諸在別人的傷害等等 反社會人格為常 確實很常出現在電視新聞上 我想這個人格也算是 大家最耳熟能詳的了 扣除比較嚴重的那些案例 反社會人格其實還很常出現在 醫師和大老闆級的人物上 這個人格的優點是 能在高風險和高壓力的環境下 冷靜地做出決定和判斷 也因為不用考慮他人的立場 只會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定 反社會人格非常適合活在 功利主義的社會裏 踩著屍體往上爬 如果你懷疑自己是反社會人格 書中建議 記得有好處要分享給那個無妙 不要下班好嗎 1.從自立的角度出發 思考道德和法律 把風險納入考量 2.正視自己的衝動性和情緒不穩定性 3.少接觸改變意識的事物 例如毒品或酒精 雖然我覺得最後這一點 不管是哪一個人格都應該要少接觸啊 關於邊緣型人格 對於被人拋棄的想像或現實反應特別大 對事件的評價 非黑即白 容易造成不穩定 且高度緊張的人際關係 至少有兩種 具備潛在自我傷害的衝動性行為 像是衝動性購物 送浴 暴飲暴食 使用毒品等等 反覆的自殘行為 情緒不穩定 慢性 且長期的感到空虛 邊緣型人格最可怕的地方 不只是會有自殘的行為 當他們情緒發作的時候 身邊的人會被搞到憂鬱症 書中有一段對於邊緣型人格的深度同理描述 我覺得相當貼切 我小小節錄一段 先給大家聽 我覺得我像一件掛在衣櫥裡的衣服 一直希望被穿上 直到有一天被穿上了 刹那間 我感受到了溫度 會走 會跳 變成活生生的肉體 我感受到了幸福 但同時 我也開始害怕 怕有一天 他把我脫下來 隨著幸福感一天天的增強 這樣的恐懼 就一天天的增加 吵架的次數也越來越多 我越來越擔心 他會離開我 最後 我做了所有你能想像到的瘋狂的事情 瀕臨崩潰的他 確實把我拖了下來 於是我再次回到衣櫃裡 黑暗 冰冷 沒有感覺 且一無所有 其實我很意外 邊緣型人格的危險值是 這四種人格裡面最高的 我滿確定我自己有這個人格屬性 我確實是很怕跟人太過親近 導致我似乎跟誰都有 那麼一點點的距離感 曾經有個跟我很好的小貓 對我說 似乎永遠都無法真正的了解我 這句話我也在大學朋友的嘴裡聽過 我以前覺得是我想太多 我總是害怕 跟我在一起的人會消失 我也害怕 愛得太深 失去了會心痛 所以在我感到太幸福的時候 我會大哭 這都是以前的我 就像我開頭說的 人格特質是可以隨著時間和年齡 跟經驗改變的 這就是所謂的長大吧 朱中提供了一個公式 修正因子等於 社會資源加聰明才智加經濟條件 病態條件 指人格特質偏差-修正因子 大於社會常態容忍極限 也就是說 有三個方向可以拯救一個人 因為他自己的個性造成的變異 如果社會福利和經濟條件 怎麼樣都拉不起來 靠著修養自己的思想 也一定能夠改變些什麼 思想的蛻變 是社會進步很大的來源 至今我推廣閱讀已經第三年了 這三年來大量的閱讀 更讓我相信 要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除了多出門走走以外 眼界也需要思想的輔助 否則 看見的深度和廣度永遠都只有那樣 會停留在一個層面上 要求身邊的人要有同理心之前 需要先培養同理心的素質 人格特質就像是DNA的一部分 它不是疾病 就是個個性吧 常有小貓問我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交到朋友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融入同學 同事之間 我想 如果你是個個性很好的人 自然而然 會有人想願意了解你的 所以 是不是要來了解一下這本書了呢 最後 Borker相當大方 贈送我五組免費的電子書 給大家做兌換 詳細抽獎方法 請上我的IG去看吧 我留了兩本序號 給YouTube的乾爹 優先領取 加入頻道會員 一個月75塊錢 除了能支持我 婚禮不用在天橋下舉辦以外 還能抽我的喜賓禮盒 沒錯 我打算多準備一盒 給YouTube的乾爹 分享我們的喜樂 隨著結婚的日期慢慢靠近 我也會陸續準備一些小東西送給大家 就請各位 拭目以待吧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 按讚加分享 小鈴鐺記得點起來 才不會錯過我 其他時間上傳的 生活開箱好康影片喔 那麼 我們下一支 說書時間再見啦 大家 掰掰 掰掰 這本書中就比較偏向醫學概念 所以 呃 我覺得它也不是說 必須要放到必讀推薦 你們就當一個冷知識 或是科學新知那樣子 輕鬆翻翻 我覺得也蠻好的 只是有點意料之外 會在裡面看到我自己的人格特質 好像也沒那麼意外 因為我真的蠻有病的 真的 有關 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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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